臺北市萬華 有一位女性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送醫藏救不治 指揮中心也證述了這項消息 除此之外 在萬華當地的市議員 是接獲了檢舉 指稱萬華的茶藝館的外籍女陪室 是以看護的名義 陸續返回了中南部的雇主家 推估室有上百人 而警方也強調會強化 零檢力鬥 要店家負責人 帶員工去快篩 大批警銷委在民宅前 緊急破門發現裡頭婦人 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後宣告不治 疫情指揮中心證實 她就是案1522萬華 60多歲的女性確診者 而這名理性婦人 住在萬華10號出現發燒症狀 14號就醫裁檢 16號確診 隔天17號家屬 突然聯絡不到人 召集通報 當天晚上被發現 倒臥家中盜院搶救無效 確切死因人有待理清 1522為60多歲的女性 於萬華區工作 個案17日倒臥家中 同日送醫急救 無效不幸死亡 只是外界傳出 這名婦人剛開始 症狀輕微 到臺安醫院篩檢 確診後 醫院卻不願收治 台北市長柯文哲 則表示 如果是快篩轉 裁檢 結果出來 會在第一時間處理 不過國內篩檢量 瞬間暴增 如果是就醫 裁檢 時間上 就可能會有些延遲 有上百人 另外萬華分局統計 目前萬華65家茶市中有22家電家負責人 允諾會帶所有員工前去快篩 警方也會加強領檢力道 並呼籲出面篩檢 畢竟如果病毒串流串連南北傳播鏈 恐災釀疫情新破扣 記者綜合報導